今天我们请到一位很年轻的美女 Sita来为我们做一个讲解的 因为上次John亲身讲解 今次她找了一个美女 让我做模特 讲解一些常见的 或者是一些医美项目的情况 Sita 你好 Sita 其实有没有说心目中想要做一些 什么的医学美容的治疗 我想去一下自己的色斑 还有薄薄脸 刚才Sita就说 其实她面上都有一些色斑 看到 还有她觉得自己都有一些包包面 我们做评估之前 通常就会整块面做一个评估 通常的评估就是会做 首先看了肤质的状况 看看肤色是否均匀 有没有色素出现 即是一些啡色的色斑 或者是一些红色的印 亦都会看看皮肤质素 会不会有暗瘡 或者有些疤痕 或者有些疤痕 痣突动 毛孔 这样的情况 Sita她本身 两个拳骨位置 都有一些深层斑 其实是亚洲人都比较常见的 我们叫拳斑 这个拳斑的情况 通常会比较年轻的人士 开始出现 看完皮肤的状况 我们就会看看她的表情 动态文 首先就会叫她 闭上眼睛 可以逼致眼睛 接着就 闭大眼睛 睁开 然后往上面 看看她压闻的情况 严不严重 然后 做一下眉督 她就没有什么眉心闻 笑一下 用力的 很开心 其实她的眼尾也没有什么闻 因为她真的很年轻 反而她的眼下会有少少有闻 这个我们叫全面的第一道闻 就是眼下面这个位置 因为全面最薄的皮肤位置 就是在我们眼周 所以眼下面这条闻 通常是第一条出现 所以Sita 虽然她很年轻 但她也开始会有这个幼闻的出现 接着就看看她的咬肌 然后咬一下 她也有少少聚着肌 接着会看下巴 有没有下巴闻 大致上的表情闻就是这样 接着就会看轮廓 轮廓是怎样看的呢 我们会先看面形 Sita的面形就比较横 尤其是在颗骨位置比较宽 比较横 压头的骨也比较圆 比较鼓起 五官其实是很标致的 眼睛很大 鼻也是高直 嘴唇也是很漂亮的 但是她的面骨比较横之外 其实她开始有少少松弛问题 虽然年纪很轻 但是脂肪开始有少松弛 我们怎样看的呢 开始看 其实最明显的是眼圈的位置 即是欺阳窗的位置 开始有欺阳窗 眼圈的位置 当然这个其实我们称为蕾溝 是一个脂肪流失 和一个脂肪下垂引起的 苹果肌这个脂肪位置 开始掉下来 和脂肪流失 所以看起来 眼睛开始有少少黑眼圈 化妆就还可以 可能裸妆就会觉得眼睛会累一点 或者有时如果很严重的话 化妆都未必会遮到 这个是蕾溝的位置 而且开始有少少苦纹 苦纹就是这里 它本身因为脂肪比较多一点 所以它开始有少少松弛 掉下来的时候 就会压住了有少少苦纹的现象 麻烦